他是农民出身 30岁时因陌生变化改变了一生 从保安配角一路混迹到象牙山庄CEO 靠营师做父动了观众 斩获欢乐喜剧人亚军 但却因公开收图被质疑 嘲讽是上不了台面的自我营销 随后又因直播破译办庆典 被师傅赵本山痛批 他就是宋小峰 小学文凭但却是国家二级演员 前方鸡飞狗跳 阿峰已经驾到 不要天花不要钞票 只需要亲爱的观众一声尖叫 对于宋小峰能拿国家二级演员 网络上还是有不少争议的 毕竟在大众眼中宋小峰只是一个喜剧演员 唯一能拿得出手就是江苏爱情了 随后当网络上又传出宋小峰开门收图的消息时 舆论更是一边倒 纷纷认为宋小峰根本就没有能力收图 演戏只会装傻冲冷 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功夫 如果不是依附着他师傅赵本山 谁知道宋小峰是谁呀 对于演技这方面 小编只能说人者见人吧 毕竟他依靠着装傻冲冷 我想迎师一手 不获了一众粉丝 死情死情我要 但有一点不得不说 如果不是赵本山 大众还真不知道宋小峰是谁 宋小峰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八岁时才第一次吃到橘子 并且还是别人丢掉后 他捡来的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 宋小峰13岁时就选择了辍学回家务农 但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宋小峰却酷爱文艺 每次村里组织什么文艺活动时 他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 后来在当地的黄龙器班招说学徒时 宋小峰的父母便想着送儿子去学一技之长 但无奈的是家里确实没有钱 便卖所有田产才勉强凑够了学费 失去了田地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为了养家 宋小峰的父亲便只能依靠踩三轮车 拉客赚钱 深知父母不义 宋小峰在学习上十分刻苦 在剧团里也开始小有名气 但当时黄龙器却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观看的人越来越少 这让宋小峰根本看不到未来 机缘巧合之下 宋小峰接触了二人传 当时赵本山刚刚在春晚上大放异彩 使得二人传备受追捧 当宋小峰得知二人传演员收入破风时 便瞬间动了心 为了改变生活 宋小峰舍弃了黄龙器 改学了二人传 但第一关学费就难住了宋小峰 黄龙器本身就不赚钱 自己也没什么存款 像家里伸手药自己又做不到 无奈指甲 宋小峰只好厚着脸皮 求剧院老板收留他 教他学习二人传 好在一家剧院的老板收留了他 条件是要免费帮忙打工 经历了众多波折后 宋小峰逐渐在二人传的舞台上 大放异彩 同时还积累了一点小人气 但他平静的生活 却被一通电话给打破了 原来赵本山曾偶然看到过 宋小峰的二人传表演 觉得他是个可塑的人才 才给他打了一通电话 当时的宋小峰和多数人的反应一样 认为这就是一通诈骗电话 想也没想就得拒绝了 但骗子赵本山依旧是再三邀请 宋小峰抱着一探究竟的想法 踏上了去往沈阳的火车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不光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赵本山 还出演了人生中第一部影片 关东大先生 在剧中他饰演了一个烤鸭店伙计 戏份不多 但却被众人戏称为烤焰 因为拍摄结束后不久 宋小峰就被赵本山收作了第38位弟子 在赵本山的保驾护航下 宋小峰一步步走向了人生巅峰 毕竟一过山海关 有事找本山可并不是说着玩的 但他自身的努力我们也不可忽视 本山大叔更多的是提供机会 能不能抓住 寄予全靠自己 就拿乡村爱情来说吧 宋小峰加盟乡村爱情时 他已经拍摄到第四部了 剧中各个人物的关系基本已经确定了 但在照本山的安排下 宋小峰还是拥有了保安队长的角色 按理说保安队长本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但他却一步步逆袭 成为了象牙山庄的副总 如今还成功取代了老F4与大哥 李大国刘雨水组成了象牙村新F4 完全是配角逆袭呀 其次他在剧中的表现也值得称赞 无论是磕磕巴巴不自信的小宝安 还是自信膨胀的山庄总经理 他都却水得十分到位 算是剧中年轻一辈演员中的演技派了 随后他又频频出现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 从一开始的助演到第四季的主演 再到展国亚军 他用一场场表演向大众展示着他的成长与进步 不论是影视方面还是喜剧方面 宋小峰的发展都势如破竹 随后他和众都同门师兄弟一样转战了直播 2020年时他还因直播收入破议举办了一场庆典 当时宋小峰的师兄弟们纷纷与他连线送来了祝福 可部分网友却认为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直播收入破议却办庆典庆祝是在高调炫富吗 还是膨胀到失去自我了 关于这一点赵本山并没有力挺自家徒弟 而是和网友持相同意见 甚至直接在庆典的连线上痛批宋小峰称 虽然宋小峰有解释称举办庆典适应粉丝要求 但赵本山的态度依旧是做人要学会低调 不要在家挣钱挣懵眼了 不得不说还是本山大叔见过世面 手握上亿资产依旧低调形式 随后宋小峰因公开收图再次被吐槽 纷纷表示他这是膨胀了飘了 而针对质疑宋小峰以视频段子进行了回复 视频中宋小峰西装革履 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但却依旧蹲在角落里 手捧面条大快朵移 随后他的助理走过来称 你偷偷跑这里吃面条和大葱 你真是飘了 而宋小峰则是直接冲着屏幕回应道 你说的对 我就是飘了 那么他是真的飘了吗 其实除了外形上有所变化 他的内心依旧朴实 依旧习惯蹲着吃饭 就拿爱情来说吧 不论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 他对待妻子杨小如始终如一 早在宋小峰刚接触二人转时 他就与杨小如在一起了 两人一同在剧院打杂 学习二人转 但这段爱情却遭受到了杨小如父母的强烈反对 为了拆散他们 杨小如的父母将他锁在了家中 不允许他出门半步 为了能允许欣赏人得到他父母的认可 宋小峰苦恋二人转 当他出师可以上台演出时 现实却给了他一盆冷水 当地的剧院规定一个人不能上台 必须是一男一女的搭档 可初来乍到的宋小峰去哪儿找搭档呀 就在他心灰意冷之时 杨小如出现了 他玩着父母偷偷的跑了出来 就这样两人互相扶持 慢慢地在剧院中站稳脚跟 但由于当时收入不高 俩人几乎在地下室里居住了十年 杨小如对此从未有过怨言 宋小峰成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杨小如买了一套500平米的别墅 房产证上也只有杨小如一个人的名字 这样的他 你还觉得飘了吗 如今随着江村爱情第13部的播出 宋小峰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大众事业中 今年他更是直言自己要转行做导演了 小编这一搜不得了呀 他确实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 让我过过瘾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的小伙伴 片子值得推荐吗